没想到喝完牛奶的纸盒 就能做完面板20元一份的后切炒酸奶 咬一口冰冰凉奶香浓郁低开又解馋 先把牛奶纸盒开塌塌塌剪开 浓稠的酸奶加自己喜欢的水果搅匀 第一种就做好了 我最喜欢的是奥利奥炒酸奶 中间加一层脆脆的饼干 这个搭配简单好吃绝对不采雷 芒果炒酸奶就是加入芒果汁拌匀 再加一点坚果和果干丰富口感就OK了 全部做好后冷冻5个小时以上 学会了真的忍不住想出去摆摊了 真的是不是简单呢没朋友 没想到只用酸奶和奥利奥 就能做是好吃的后切炒酸奶 学会了再也不用出去排队买了 两盒这样浓一点的酸奶 加入奥利奥饼干碎搅拌均匀 碗里倒入一半的酸奶 把一层奥利奥饼干 然后倒入剩下的酸奶抹平一点 最后冷冻好切开就可以吃了 咬一口嘴里冰尿又香醇 真的可以出去摆摊 我敢打赌这是芒果百香果最好吃的吃法 一颗百香果过滤出果汁 新鲜的芒果这样取出芒果肉 加一盒浓稠的酸奶 把香果汁和一勺糖 打成芒果奶昔 这个配方很低卡 可以多做一点留起来慢慢吃 酸甜爽口 而且没有任何添加 只需要三种材料的棒棒糖雪糕 咬一口冰冰爽爽 超清凉 从小时候就吃的阿尔贝斯棒棒糖打开 放到小碗里加入温牛奶 咛咛咛咛搅拌融化 加一点浓稠的酸奶搅拌均匀 再倒回棒棒糖的袋子里放好棒棒 冷冻五个小时 你就会收获多种口味的棒棒糖雪糕 裹一层融化的巧克力 就能轻松get脆皮雪糕了 还可以把它们倒在另一个模具里 加入阿尔贝斯乐焦Q 做成好吃又好玩的方块加薪冰淇淋 养一口牛奶味和棒棒糖果香味融合 儿童节就是要有超级多的糖果才够甜蜜啊 剩下的棒棒糖做一个棒棒糖花束 用绳子和胶带固定一下 这样是不是超有节日氛围啦 去送给小伙伴啦 然而给小伙伴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